双夜幼儿园要举行保龄球比赛了 小朋友们都很开心 小车作为资深的选手 告诫大家要练习好控球技术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园长毛随自剑要做演示 保龄球其实很简单 只要用球把这些瓶子打倒就行了 然而并没人在乎园长的球技 好尴尬呀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小新将和小车组队 迎战玫瑰班的猎豹同学 核保龄球高手武郎同学 比赛正式开始 玫瑰班将率先发球 武郎见到这样的状况悲气坏了 比赛还没开始就给他来了个零分 真是适可认孰不可认 武郎决定要展现真正的实力 现在压力来到了小新他们这边 第一个上场的是小车 他作为双夜幼儿园的种子选手 技术也是相当厉害了 接下来就需要小新上场了 小新的咒语显然没起到作用 一开场就落了下风 眼看着玫瑰班连斩连结 压力又来到了小车这边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可就输得很难看了 小新对这样的局面很淡定 没有意外的话 意外没发生 小新依旧扔了一颗臭球 就在武郎决定给他们最后一击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专属保龄球不见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这时才发现 小新刚才扔的是他的球 武郎得知这个真相如糟雷迹 这球对他来说可是很珍贵的 竟然被小新的大香给污染了 简直太可恶了 武郎神经恍惚之下连连失误 战绝竟被小新用这样的方式扭转了 武郎见到了小新的成功 简直比自己的失误还痛苦 他决定要用出自己修炼了多年的绝招 面对绝地反击 压力再次来到了小新这边 呃不对 应该说是来到了小车这边 小新可不知道什么是压力 最后的决战在结 经过园长的计算 小新他们想赢的话 必须连续三次全部击倒 这还真是一个有难度的挑战 小新他真的可以做到吗 暂停一下 很慢 球竟然自己转动了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小新用这样的方法接连击倒了三次 小新和小车竟然获胜了 不过园长却倒霉了 因为管理不列 他被禁止进入保龄球馆 我还真的不要防身 比长先生 mots 克